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他们都告诉你 晚上关着灯 这手机平板电脑可都看不得了 为什么看不得 看看这标题吧 睡觉前手机滑一下就滑出大问题 开头第一段继续着紧张的呼喊 紧急通知朋友们 有这习惯太危险了 一失明 看看这一连串的惊叹号 是不是像一把把的骨锤 把你的心 你的神经打得砰砰响 临睡前关灯看会儿新闻 聊会儿天 有这习惯的人不少吧 这不 小李也是其中的一个 看到这帖子 小李也相当的紧张 这帖子的第二段写着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30到40岁患者到医院眼科就诊 都是因为他们在就寝关灯后 还使用智能手机 手机强光30分钟以上 造成眼睛黄斑部病变 导致视力急速恶化 特别是不可逆的黄斑病 一旦得了黄斑病 就等于眼睛癌症 只能等着失明 因为现代医学无法治疗 更谈不上治愈 再来看看第三段 还给你做出了详细的解释 关灯后看手机屏幕在黑暗中特别明亮 近距离观看高能量直射眼睛 直接伤害眼睛的黄斑部 熄灯后不管是看手机还是滑平板 不止黄斑部病变 初期还会引发肝炎症 严重则让白内障提早报道 甚至让视力丧失 变成失明 病变初期得接受镭射或注射肋固醇才有机会治愈 因为睡前忍不住滑一下 造成的恐怕是一辈子的伤害 最后结尾还不忘了再呼吁一下 朋友们为了自己和家人 以后切记关灯后不看手机 看了这篇文章 您紧张吗 害怕吗 慢 怎么有点矛盾啊 第二段 明明说的是现代医学无法治疗 第三段 怎么又说的 接受镭射或注射肋固醇才有机会治愈 这到底是能治还是不能治啊 这雷射又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这是真的 岂不是小李和大家的眼睛都有失明的危险 这是真的还是危言耸听 让我们到医院请教眼科专家 看看这篇朋友圈的文章 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吧 这里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眼科门诊 这么多等候的病人 这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小李这个离不开手机 离不开电脑的人 也特意安排了时间 参加到了这排队的行列 微信圈的帖子可真是把他吓坏了 更何况 他现在的确是觉得自己的视力比以前差了 但是失明 门门严重 到底会怎样呢 他真的不敢想了 在中日友好医院 他见到了眼科主任王志军教授 王主任是北京市医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听了小李的担心 王主任认真地给小李做了检查 结果当然是虚惊异常 其实 因为这个微信圈的帖子而担心的人 可不仅仅是小李一个人 但是 黄班到底是什么 黄班为什么会病变 黄班并变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和结果 大家一边表示担心 却也一边表示不知道 一项调查显示 有近六成被调查者误认为 黄班是眼睛里长出的黄色斑块 或从未听说过黄班 黄班并不是斑 它是眼底施毛膜上一个正常的生理区域 集中了大量的视功能细胞 黄班是决定式功能的重要部位 它主要是起到精细视觉的作用 区别各种各样的颜色 包括读书 看报 看电视 看远方的物体 都是靠视网膜中的黄班区域 一旦黄班损伤 人的中心视力就会严重下降 黄班在整个视网膜中的区域非常小 但是所处的位置非常中间 作用又十分重要 知道了什么是黄班和黄班的作用 如果担心自己有黄班病变 医生告诉大家 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简单的东西 帮助自己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千万不要紧张猜测 首先在网上大家可以搜到一个这样的格表 它的名字叫做阿姆斯特勒方格表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个格表怎么用呢 第一 是选择一个光线清晰平均的地方 把方格表放在视频面30厘米的距离 第二 如果你的眼睛有老花或者近视 请戴上你的眼镜测试 第三 用一只手遮住左眼 用右眼凝视方格表中心的黑点 然后用相同的方法检查左眼 如果您凝视中心黑点时 发现方格表中心出现空缺或者曲线 那您就要尽快地找眼科医生做详细的检查了 当然 如果您的眼睛平时看到的影像就是这样的 那就更加说明您的眼睛黄班出了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患者 他在看远处建筑物的直线可能变弯了 或者看着电线杆的呢不直了变弯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或者甚至干脆看着开了汽车呢 中间除了黑呢还有变形呢 这个一定一定要警惕 这就是黄班病变 年纪大的人可能就是老年黄班变性 我们年轻人呢有高度近视 可能就出现了高度近视性的黄班病变 紧急通知 有这习惯太危险了 易失明 什么是这么可怕 微信圈又是一片紧张 到底是什么大问题 即将播出 睡觉前手机滑一下的后果 阿姆斯特勒方格表和图片只是简单的检查方法 在正规医院眼科 医生会用专业的检查设备清楚的看到黄班的真实情况 一种是影像学检查 OCT相关光断层扫描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检查仪器 它是非侵入性的 无损伤的 通过这个检查 可以把视网膜到脉络膜的层面切出来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证实 还可以通过造影技术 给患者静脉注射一种荧光素 它随着血液循环到眼部 这样的方法可以辨别看 它有没有新的血管 有没有渗漏 更好的呢 我们就是影朵氢氯噪影ICG 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 脉络膜的血管的异常 那么这三个结合就是静标准 非常的可靠 现在我们得弄明白 黄斑病变是什么 通常说法是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这是一种退行性 年底黄斑不疾病 可导致不可逆的中心势力下降或丧失 是引起50岁及以上人群重度势力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全球成年人致盲的首要疾病之一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王志军主任有不少黄斑病变的病人 病人的年龄多数是中年以上的 那么导致出现黄斑病变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引起黄斑病变的因素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 先天的原因一些来自于遗传 这些病人的黄斑病变是与染色体有关的 也就是遗传的病变 如果妈妈怀孕的时候受到一些公形体 寄生虫的感染也会导致黄斑的疤痕 这也是先天的 而更多的是后天的 包括感染免疫等很多原因 还有年龄相关的老妹 那么最多见的大家耳详能熟的就是老年黄斑变性 老年黄斑变性 它是我们过去叫老年黄斑变性 现在我们很客观的把它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为什么这么叫 有些人是老非老 正好跨在那个年龄界上 比如说55岁 他出了问题了 甚至呢50岁就出问题了 他没到老年这样叫呢 就觉得有点不是很科学 所以现在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更科学 现在可以明确的说 关灯手机一滑和黄斑变变没有直接关系 不会失明的说法是不是让离不开手机的人松了一口气呢 但是也必须要告诉大家 黑暗环境下看手机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用眼习惯 首先手机屏幕较小 拿在手中经常走动 白天长时间玩也会影响视力 躺在黑暗的环境中玩手机 两眼用眼不均衡 时间久了 还会造成左右眼睛视力天差 对于肌不离手的低头足 医生的建议其实也是老生常谈 在使用电脑手机等设备时 应隔半小时休息一下 使用手机时 尽量在房间中开一盏灯 并且适当调低手机屏幕的亮度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没有一定的背景光的照明 你盯着一个非常亮的一个物体去看 这是对视觉健康是不利的 我们内行里做过视网膜光损伤的人 知道它两个一个的光强度 第二个有一个累积效应 那么我们现在的任何一部电脑的强的光强度 都不足以和阳光之设下的强度来比拟 因此呢 说网络上和媒体上有这样的屏幕 对视觉有损害 我们觉得现在还有缺乏客观的依据 在我们普遍关注手机对眼睛伤害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偶尔出现的新闻呢 有儿童因为激光笔而灼伤了眼睛 没错就是这样的激光笔 有些孩子把它当作玩具 有的是伤害了自己 有的是伤害了其他的小伙伴 但是呢 比较混乱在市场上 有些呢做玩具的 能量输出是很大的 大家可能记得过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一个这种 市场上玩具的激光笔 它能把气球子造的爆炸 说明这个激光笔能量输出是很高的 它可能这么高的能量 你在指示下或打在眼底 那完全可以造成一个瞬间的损伤 因此呢 我们要奉劝一些家长 不要随意给小孩去玩这个激光笔去当玩具 它有可能自我损伤 有可能就把对方小朋友造成一个视力的损伤 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 微信的帖子说黄斑病变就像是得了眼睛癌症 没有办法治疗只能失明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和药物用于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激光玩具能量造成的严重损伤 却往往没有了治疗的机会 很多医生在接诊这样的孩子之后表谈了深深的遗憾 激光我们看有些可能是轻微的损伤 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湿神经保护剂什么 可能会挽救过来一些受损而不至于被毁掉的细胞 但是到了一个光能量引起它最毁灭性的损伤的时候 这个是神经细胞是救不过来的 都市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让许多快餐食品成为白领地族的首选 而刺激味蕾的辣味食物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张女士平日里就会经常购买这种方便食用的榨菜 但最近张女士被一个疑问困惑着 是这种榨菜安全吗 打开之后就闻到一股比较刺鼻的味道 是那种比较就是那种辛辣的那种辣的那种刺鼻 然后我就心思是不是有点太辣了 于是张女士把榨菜倒进了盘子里 想看看这包榨菜里到底放了多少辣椒 但事实却让张女士更加疑惑了 然后就发现这个里边它那个辣椒就特别少 就发现只有一半的辣椒就是整块的 其他都是特别就碎的碎末 尝了一口 然后就是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那种辛辣 但是不是那种就是鲜辣椒或者是那种干辣椒的那种香辣 而是那种辛辣就是特别直辣的那种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心里就是胃不舒服 里面只有几个零星辣椒的榨菜 辣味却十分霸道 这让张女士一时有些蒙不着头脑 难道最近买的这些榨菜使用了不同的辣椒 那么又会是什么品种的辣椒有着如此魅力呢 记者决定帮助张女士解开这个困惑 首先我们来到了菜市场销售干辣椒的摊位 这是贺北新一代 像这种辣椒它要是放一个两个能不能造成就整个一包的能调到对 都是特别辣 就那一个就那一个就辣一点 放了两个三个就行 就是它一个两个真的能能在那整个一锅都比辣 对 按郭女士所说 这种名叫福建辣椒王的辣椒最辣 两三个就足以让一盘菜拥有奇辣无比的效果 难道我们要找的辣椒就是它 但是记者很快发现这种福建辣椒王果实为短牛角形尖角 果长4.6厘米左右 颜色鲜红别称王中王辣椒 跟张女士榨菜里的辣椒看上去并不一样 除此之外 辣椒里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大姐手里拿的小米椒了 它叫小米椒 就朝天椒是最辣的 这个可以当菜市 这个就是做调料用的 这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辣椒可是难倒过无数英雄汉 但其形状跟张女士榨菜里的辣椒还是不一样 调查陷入了僵局 食品代理辣椒少辣度强 困惑的张女士选择百度一下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难道市面上还有我们并不知道的味道更加凶猛的辣椒 为此我们特意找到了营养师王旭峰 就现在我们买了很多食品 你会发现就是你看不到辣椒 但是吃起来辣肉很浓 那其实这样的食品呢我们要一分别二的来看 但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食品比如腌制食品 它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用了大量的辣椒 但是最后呢把这个加工的时候 包装的时候把这个辣椒去除掉了 然后这样你在吃的时候实际上 因为它浸出了很多辣椒当中的辣椒素这样的成分 所以它是有辣味的 这就好比我们去吃火锅 它用辣椒做的锅底最后把辣椒捞出去 或者吃水煮鱼 它把辣椒捞出去 你看不到辣椒吃起来很浪 这是第一种情况 但是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对于生产者来说更便捷 就是买一些辣椒精加进去 然后它就可以瞬间很快的提高这个食品的辣度 张女士从味觉上判断 这一包辣菜的味道不像是纯辣椒泡制出来的香辣 王旭峰告诉记者 张女士买到的榨菜从辣度上判断应属于第二种情况 就是购买的酱菜里含有辣椒精 如果有辣椒精的食物 它只能给你带来不辣的那种让你觉得很刺激的感觉 但不会像我们正儿八点吃辣椒 那个感觉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后果是有一点点香味的 辣椒精就是干就是烧就是辣 那么辣椒精到底是什么 它离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远 记者再次来到了市场进行调查 我现在吃圈餐萌果 我怀疑它那个里面有辣椒精 它有些菜红红的 以前一些喜欢吃 现在不怎么吃 我估计啊 在我自己想象中 它是从一种最辣的辣椒里面提出来那种辣椒醋 然后呢 是加一些化工颜料什么 让你们合成的一种辣椒 吃了之后对人体感觉好 肯定不好 化学成本下来的 肯定不放心 还是自己做的东西 对不对 肯定里面它架的东西什么东西看不到 辣椒精的那种 没有 没主意 头一次听你这么说 有没有吃过这个感觉 就是自家炒的辣椒 那个菜 黑菜馆子吃那种 辣不一样 有有有有有 自家炒的没有那么辣 不是 从来不下足处 所以说对辣椒精都不了解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辣椒精 它吃的最好的 肯定不好 看来许多市民都对辣椒精有所耳闻 而且谈辣椒精色变 那么辣椒精究竟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辣椒精是通过化学的提取的方法 在辣椒当中 把辣椒素这样的 能够产生辛辣感的这些有效成分 提取出来 比如说在工艺上把它叫什么呢 叫辣椒油树脂 那它主要成分是辣椒素 当然里面还会有一些骨胶啊 其他的成分 王旭峰告诉记者 辣椒精是采用科学方法 从天然原料辣椒中提取 经分离精致而成的一种天然的 具有辣味的调味品 其有效成分为辣椒素 蛋白质 氨基酸和糖类等成分 此外还含有少量辣椒红色素 但专家也提醒大家 因为辣椒精是辣椒中辣味物质的浓缩产品 它可以制造出天然辣椒所不能企及的高辣度 所以皮肤眼睛口腔呼吸道和消化道有损伤 有炎症或者有溃疡的状态下 千万不要尝试含有辣椒精的食品 更不要食用未稀释过的辣椒精 而且一般来说一公斤4%浓度的辣椒精 它的辣度就相当于80到120公斤的干辣椒 经常吃这种超级量的辣椒精的食物 一定会对消化道产生刺激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的口腔粘膜 湿道粘膜 胃粘膜 所以即便是合格厂家生产的正规的产品 也不建议大家多吃 随着人们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对辣味的追求是越来越多 这种口感上的刺激 已经成为人们判别美食的重要标准 那么如果说我们炒菜时见不到辣椒 却有辣味 是不是调料里就一定放了辣椒精呢 我们又该如何辨别它呢 如果是街边的小吃啊 如果它吃起来特别辣 甚至于那个辣度是超出我们平时吃辣椒的那种那种范围的 那像这样的东西 我就怀疑它是不是加辣椒精 辣味确实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 但面对分繁多样辣味食物的诱惑 王老师又给我们织了一招 比如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在这跟大家分享 加辣椒精的地方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因为加辣椒现在辣椒很贵 加辣椒精就可以便宜一些 然后它有时候除了加辣椒精以外 它可能也会加一滴香 加飘香王 那么通常这样的锅底 就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香 你隔得老远都能闻到它那种似别的那种香味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要闻到一个东西 味道特别香 然后看起来颜色特别脏 吃起来特别辣 那这些因素加起来就等于特别危险 通过这件事之后 然后我以后不敢去市场上再去买一些辣味调料 出门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饭 去一些餐馆 特别想吃特别辣的菜 我可以选择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辣椒 或者是干辣椒来做菜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有时吃饭吗 嘴馋 既然喝口啤酒 但是我的味道不太好 天儿凉 也喝不多少 打开他啤酒呢 只好倒掉了 现代人的家里常备啤酒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您知道吗 啤酒在生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妙用 比如用在咱们家中养的植物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您有家里常摆鲜花的习惯 不妨试试加少许的啤酒在插鲜花的容器里 您可不要小瞧这一点点啤酒 它可以延长家中鲜花的保鲜机 因为啤酒里含有乙醇 能为切口消毒防腐 而且它里面所含的糖和一些营养成分 能够为枝叶提供养分 除此之外 相信很多爱好原意的人都查试过用啤酒擦拭植物 这也是一直以来花卉市场商家们常用的方法 用软布沾啤酒直接擦拭大叶子植物的叶子 不仅可以给叶面施肥 而且经常擦拭能让叶子变得更油亮而富有光泽 既然啤酒擦大叶子更有光泽 我是不是也能用它擦我家的家具呢 家里的木制家具价格不菲 但是打理起来又非常的麻烦 如果在清洁器上倒入少量的啤酒 然后给家具做清洁 等到自然风干之后 木制家具会焕然一新 此外 用沾有啤酒的布来擦拭冰箱 可以去污杀菌 还能够去除冰箱里的异味 简单又快捷 啤酒除了可以用在植物和家具上 还能用在我们人体的一部分上 您能猜到是哪儿吗 啤酒是以大麦芽 啤酒花水为主要原料 精酵母发酵值得的 它里面还有大量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B族维生素 钙 磷 硅等无基盐 用它清洗头发 可以使头发更加光滑柔顺 同时还有杀菌 止痒 去蟹的作用 没错 啤酒还有一个妙用 那就是洗发和护发 啤酒没有给发丝的去污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先用洗发液 把头发清洗干净 然后再用加入啤酒的水 来浸泡头发一段时间 最后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啤酒中的酵素和多种酶 可以软化角质 如果我们在泡澡的时候 碗里面加入一定量的啤酒 可以使角质软化 去除皮肤表面过后的角质 这样的话可以使皮肤更加的光滑 有光泽 同时啤酒当中所含的营养物质 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肤的作用 虽说啤酒的酒精度数不是很高 可是一旦喝醉了 人会感觉更难受 即便有时您没有喝醉 但是由于喝的量也不少 肾脏、膀胱和胃部的负担 就会瞬间的增加 所以酒还是要少喝 它在其他地方的妙用 我们不妨掌握一些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开门七见善 柴米油盐酱醋茶 可见油在老百姓的心中 是极为重要的 的确在日常生活中 油可是关乎口粮的大事 但吃归吃 可一定要讲究一个科学的吃法 老刘今年将近七十岁了 从没吃没喝的岁月里熬过来 他可一直把油当成了宝贝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吃的 别说油了 连基本的口粮都没有 小时候基本是饿大的 一点不夸张 小时候饱的是什么感觉 完全没有概念 过惯了苦日子的老龄 在吃上可是十分的讲究 不但要吃饱 而且要吃好 不但自己要吃好 也想办法不断的提高 着自己的厨艺 让家里人也能够吃的好 就这样 老龙练进了一手好的厨艺 每当有人在品尝老龙的手艺时 都会再不结果 我做饭呀 有自己的方法 很快 而且简单 最主要是 我有自己的一个法宝 究竟是什么法宝 能够让老龙的饭菜 越做越香呢 老龙从厨房的柜子里 找出了一个小盆 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小盆放在桌子上 然后打开了 就是这个 面前的这盆白色的固体 看起来就像沾东西的酱 难道说 这就是老龙说的宝贝 这支大油 每次炒菜的时候 就放这么一勺 这样不论炒什么菜 都会变得鲜嫩可口 大油就是我们常说的猪油 是用猪肉提炼出来的 在日常生活中 也使用的比较广泛 但真的像老刘说的 这样简单吗 看着编导一脸的疑惑 老刘系上了围裙 走进了厨房 您还别说 这一举一动 还真的有点大 除了架势 就挖的米勺 然后放在锅里 开火 等油融化了 就会放别的菜了 老刘熟练的掌勺 果然没一会儿 一道菜就出锅了 编导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您还别说 味道还真不错 老刘还说 自己家里 从来都不买 外面的调和油 都是用这种油 来做饭的 但这样做真的健康吗 猪油里边呢 有些成分 比如说它含有 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是 多了以后呢 对我们身体 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你比如说 它可能会 使我们的这个 血脂会升高 是吧 会使这个 移密度升高等等 这些呢 对我们心血管健康 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呢 猪油呢 它不是不好 而是我们不能常有 不能多有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 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人 或者是肥胖的人 我们尽量就 不要用猪油了 看来老刘的吃法 虽然简单方便 但并不科学 动物油既然 不适合长期使用 那么植物油 是不是就可以 随意使用了呢 同样是面对 吃油的这件事 孟阿姨则有着 自己的看法 我一般吃油的话 我只吃植物油 不吃动物油 因为植物油吧 也能炒出既可口 又好吃的饭菜来 孟阿姨带我们来到了厨房 系上了围裙 拿起一桶花生油 跟我们说 这就是她平时用来炒菜的油 我炒菜呀 其实有我的方法 看着孟阿姨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们也只好静静地 期盼着孟阿姨的手艺 直接孟阿姨打开了油盖 用油桶直接往锅里倒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油桶 不好控制 孟阿姨倒入的油 还真的不少 您是不是刚才拿那个桶 不好倒油一下倒多了呀 没有啊 平时炒菜就这么倒 打开火等油热起来以后 孟阿姨的菜随着油的爆破声变下锅了 翻炒 放下必备的调料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孟阿姨的菜也出锅了 您还别说 孟阿姨炒的菜的颜色就是鲜亮 看上去色泽也比较饱满 看起来色是有了 闻上去也比较香 那么味儿究竟如何呢 练到拿起筷子尝尝了一口 菜的味道也不错 我平时炒菜就是用这种植物油 因为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也不像动物油似的 那么多的脂肪 所以就可以多吃一点 那么孟阿姨这种是植物油就可以多吃一点的想法 究竟对还是不对呢 比如说这个植物油呢 它是含有这个多部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那么相对来讲 就比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这些油 对我们身体健康会好一些 但是这个油再好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这个量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制的 一般人群啊 我们这个烹调油的用量每天是25到30克 你比如说油壶一家是几口人 那么这一天呢应该用多少毫升 你那每天控制每天的这个毫升数 这是可以的 另外你要做的更细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量杯 带毫升的这种量杯 你可以把它实现先量出来 你这一天呢你家里用的这个料就是多少量 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控制不超量 看来在吃油这件事上 孟阿姨的做法也不是那么科学 老刘的动物油不能多吃 孟阿姨的植物油也不能多吃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油才是健康的呢 西城的王阿姨也是游走在灶台旁边的老将 她把我们叫到家里拿出了自己的做饭法宝 只见王阿姨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了一个碗 在碗里面有一些半透明的油状液体 上面还有一些小的颗粒物 这是我昨天炸肉丸子剩下的油 每次呢炸肉丸子剩下的油啊 我都用这种油炒菜 这样呢肉里的脂肪都充分发挥出来了 而我用的都是植物油 这样营养就均匀了 不仅如此 王阿姨还从橱柜里面拿出了一瓶橄榄油 王阿姨告诉我们为了煎汤 听说这种油比一般的油好 价格呢也比一般的油贵 所以平时不炸丸子的时候 她都是用这种油来炒菜的 虽然看上去王阿姨好像真的研究很深 但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橄榄油凉拌菜是没问题的 而且呢它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植物的这种香味 如果用它来炒菜也是没问题 虽然它是可以用在炒菜 但是我们建议你油温也不要高 这个反复用的油 对于我们从我们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它对这个油的这个质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因为这个油你反复用的时候它会高温 那么反复加温反复高温 这个油里边它会产生一些 我们就是大家知道一些致癌的物质 这对我们健康是不利的 看来几位叔叔阿姨吃油的方法都不是很正确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在他们刚才的用油方法里面 还有几个共同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点出来 让专家帮我们一一解答 首先他们都是让油下锅 等到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下菜 这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把这油呢 不要让它温度太高 也就是锅热了以后放上油 这油呢当然凉油可能对这个炒猪菜的味道 会有一点影响 但是我们也不要尽量不要使这个油 让它冒烟了温度太高 对油本身来讲是有影响 其次他们都是长时间使用同一种油 植物油呢它是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呢如果吃这个植物油呢 建议你是要偿换 也就是说要吃多种的这个植物油 因为每一个植物油它和每一个植物油 它之间它都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说各有所差 最后他们都把油使用错了 凉拌菜呢我们一般的用油呢一般都用芝麻油 这个呢就是尤其我们北方人啊 这个提味非常有好处 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 我想就是增加点这个 油里边的更好的成分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用橄榄油 那我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单不饱和整合酸 用橄榄油拌菜 或者是说这个汤做好以后 倒一点橄榄油 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这个炒菜的油 各种的这种植物油炒菜都是没有问题的 听完了专家的建议和科学的食用油方法 不知道对您的生活有没有帮助 小的细节往往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些细节的问题 一定会让您的生活收获健康 一场生活中 眼镜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必需品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眼镜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的满足着人们的需求 有些人用来保护眼睛 有些人用来矫正近视 还有不少人只是单纯为了美观 虽然选择多种多样 但一些眼镜的价格可真实价格不菲 进口的树枝镜片 特殊的框架设计以及材料 动辄几千 眼镜仅身于高档消费品的行列 最近家住在北京的小汤 就因为眼镜的事情犯了难 这天小汤在电脑前工作 感觉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眼睛累了 所以就停下来休息 他下意识地摘掉了眼镜 放在一旁 然后开始揉起来自己的眼睛 稍微放松了一下拿起眼镜 不小心手摸到了眼镜的镜片 于是打开了眼镜盒子 拿出眼镜布随手擦了起来 但是他发现这次眼镜擦得异常艰难 我都用了很大的力气擦了 可眼镜上还是有擦不干净的东西 一翻周折后 小汤无奈地坐了下来 对着外面的阳光仔细地观察起自己的眼镜 对着阳光看 就是镜片上这么小小的一条污渍 就这么顽固地趴在眼尖上 是怎么擦都擦不下去 这条污渍像是有人故意冻上去似的 人为痕迹很明显 难道说还有人故意在损坏小汤的眼镜吗 在读书的时候 小汤像大多数的学生一样经常用眼过度 没有保护好眼睛 以致视力下降 眼睛静止 不得已小汤佩戴了一副眼镜 没有保护好眼睛 然后又有些用眼过度 所以眼睛有点静止 读书的时候 小汤的主要心思都在学习上 佩戴眼镜都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完成的 也不管样式和材料 只要戴上后 能够看清黑板就好 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美观一说了 但是大学毕业开始上班了 他发现周围的人戴的眼镜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改善视力的效果也非常好 他动了念头 要不自己也去配一幅好点的眼镜 在眼镜店验光之后 小汤才发现 不光眼镜的外形可以选择 连眼镜的材质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今天有锅里的和树脂的两种 那树脂的和锅里的这两种哪一种更好看的 现在的情况更适合树脂的 为了爱惜自己的眼睛 弥补之前的错误 小汤特意选择了最好的材料 当然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当时花了我六千多呢 一副眼镜六千元 这可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汤一个半月的工资 但为了自己的眼睛 小汤还是果断的选择买下了它 这么贵的眼镜 小汤自然要当宝贝一样相待 每天都要细心的呵护 时不时的拿出来擦一擦 上面容不得一点灰铲 甚至连一点污渍都要仔细的擦拭干净 但是无论他怎么精心的照顾 过了一段时间小汤还是发现问题 我发现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东西就变得模糊了 似乎是今天很脏 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但怎么都擦不掉 当然还可以用 但就是看着不舒服 花了六千多元 买了这么贵的眼镜 怎么还看不清楚呢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依据经验 小汤第一反应 就是亲戚购买眼镜时 附送的眼镜布 就洗眼镜布啊 可能是因为布不干净 所以眼镜擦起来也就不干净了 但这样真的可以解决小汤的问题吗 小汤仔细地把眼镜布洗干净后 又再晾干 然后再来擦拭镜片 果然眼镜变得光洁如新了 戴上后眼前的视界又变得清晰和饱满了 就这样小汤觉得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这似乎是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但让他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像往常一样 他起身去了卫生间 清洗了自己的眼镜布 等眼镜布晾干以后继续擦拭眼镜片 但是他明显地感觉到 镜片上的脏东西怎么擦也擦不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次呀就是擦不干净它 我换了自己的衣服 卫生纸什么的 都结果还是擦不干净 沮丧的小汤用眼镜布 把眼睛包好 放在一边 准备下班以后去眼镜店 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班后 见到眼镜店的老板 小汤迎了上去 述说自己的疑问 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仔仔细细地跟眼镜店老板说了一通 眼镜店老板把小汤的眼镜 拿过来翻来覆去 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 然后解答了小汤的疑问 他说我的眼镜上好像不是无字 是划痕 划痕就怎么可能 小汤怎么舍得华商自己花六千多元 买的宝贝的眼镜呢 自从买了这么贵的眼镜 小汤从来都是轻拿轻放 从来都不把眼镜和硬物 金绿物等放在一起 怎么可能有划痕呢 为了保证自己的视野清晰 为了不让自己的视力继续下降 不让自己的视觉继续模糊 小汤对这个可能相反一生的爱理 那是呵护有加 小心翼翼 怎么可能居然还有划痕呢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刚才还好好的呢 而且我手碰到它 都是手指碰到的 又不是指甲 怎么可能划痕 之后我是直接把它放进眼镜盒里边的 这中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尖锐的物品和眼睛接触啊 按理说不管是眼镜布还是衣服 哪怕是随手拿过来的卫生纸都是柔软的 根本不可能划上眼镜 而且在发现这条划痕之前 眼镜一直都戴着也没有别人接触过呀 此时小汤突然想起了买眼镜时的那个细节 今天有玻璃的和树脂的两种 那树脂的和玻璃的这两种哪一种 像你现在的情况更适合树脂的 玻璃的硬度肯定是比较强嘛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当初选择的是玻璃的 那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呢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被那眼镜店给坑了 带着心许的不满 小汤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其实镜片分两种 一种是玻璃的 但是玻璃的特别重 而且不安全容易碎 所以一般应该是高度数的人用的多一点 那现在用的更多的是树脂的镜片 它比较轻而且不易碎比较安全 现在称之为安全镜片嘛 但是树脂镜片的缺点就是 红粒毛比较容易划伤 当时小汤的情况它的度数比较小 所以给它推荐的是树脂镜片 眼镜剑的老板又仔仔细细的听小汤说了一遍 事情的经过和他平时使用眼镜的习惯 指出了其中关键的答案 其实划伤它的不是别的 就是眼镜布 眼镜布 这可能吗 小汤完全惊呆了 他太不能接受这个解释了 难道说随眼镜给的眼镜布也会划伤眼镜吗 那如果是这样 购买眼镜时干嘛还要送眼镜布呢 眼镜布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其实眼镜布本来就不是用来擦眼镜的 我们所拼眼镜戴的眼镜布 它通常就是用来包裹眼镜 防止与镜盒之间发生摩擦 磨损镜片的 然后也是为了保护眼镜接触接应的物体划伤镜片 说完了最简单点就是起到包眼镜的作用 虽然老板解释的像不像样 听着也似乎是那么回事 但小汤拿起这块眼镜布仔细看了一下 还是不明白 这么柔软的眼镜布 就算不是用来擦眼镜的 也应该不至于划伤眼镜啊 眼镜布的纤维间隙比较大 容易长大灰尘 这些灰尘中万一有硬部较高的灰尘 比如说沙粒啊 它比较微小 然后就比较容易划伤镜片 用这样的镜布来擦眼镜 就会适得起法越擦越模糊 甚至会划伤眼镜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和小汤一样 习惯性的用眼镜布擦眼镜的人不在少数 平时用眼镜布擦眼镜嘛 用啊 不用 用啊我用 擦 当然用啊 那您觉得就是眼镜片被划伤以后 跟用眼镜布擦眼镜有关系吗 有 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因为眼镜布里边会有灰尘的 它会把眼镜 眼镜玻璃外边那层膜给划掉 所以眼镜也就发了 可能会有吧 没有关系 我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我一直在擦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眼镜店的老板说 现在绝大多数的眼镜都是树枝的 抗磨损性较差 容易产生划痕 镜片表面的划痕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由于沙粒产生的划痕 浅而细小 带镜者不容易察觉 另一种是由较大沙粒产生的划痕 深且周边粗糙 处于中心区域 这种划痕时间长了就会影响视力 现在我就教大家一个简单清理和维护眼镜的方法 首先把眼镜放在龙头下冲洗 这时手不要摸晶片 这时手不要摸晶片 然后一些清洁液 用手轻轻的在纠片上来回涂抹 这时候你会感觉很滑 这样持续一会儿后 用水冲掉泡沫 冲掉泡沫的时候可以用手再洗一下 冲干净后用叠成方部的维生纸 单向的擦晶片 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单向的擦 不要来回擦 否则还是会有一些白的纹路 这样眼镜就干净了 看完眼镜店老板的演示 小唐知道了应该怎样科学的清洗眼镜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得到什么启发呢 如果您学会了这种清洗方式 而您的眼镜又恰好需要清洗的话 不妨摘下来试一试 其实在生活中 眼镜片一旦划伤 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真是不小 不仅对于生活会造成不便 甚至还会加深自身的视力问题 如果要划伤眼镜的光学区 那对佩戴者来说影响就比较大 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是影响了清晰度 另一个方面影响了舒适度 清晰度一般就是破坏了 镜片的光洁度 这样它的透光性发生了改变 因此清晰度就会下降 舒适度呢 因为它的透光性不好了以后 容易形成散射 这样进入眼睛里容易产生悬光反射 佩戴者戴起来就不够舒适了 那在平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好 眼镜稳定视力问题呢 我建议大家第一有合理的作息时间 第二要有均衡的饮食 第三随着电子产品的增多 人们可能近距离使用眼睛的时候增多了 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劳力 有看的时间 也有休息的时间 看的时间大概使用在一小时左右 然后休息15分钟 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眼睛 避免发生进食 或减少发生进食的危险因素 现在看来 不管您的眼镜是伤痕累累 还是完好无损 毕竟它在保护着我们的眼睛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爱护这个生活中的伙伴